最近我是有一段时间都没有拍一修盘了 所以今天我准备来挑战一下这块一修的海力士 硬盘的故障据说是进水 而且硬盘它还是在不敢想象的机器上面拆下来的 就是自带bitlock加密的那种 当时我是第一时间让对方登录了一下微软账号 确认它里面有没有恢复密钥的备份 结果还真的被它找到了 如果硬盘没有恢复密钥 我这边肯定是不会接的 除非它把电脑的原机也一起发过来 硬盘进水的区域其实非常明显 就是缓存这部分 可以看到这个主板上面都已经发白了 以往的海力士硬盘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抢救无效告终的 今天我们看一下这一块运气会不会好一点 先给它通个电 商店电流还是可以跑上来一点点的 目前的电流是0.217 这个电流硬盘肯定是还没有正常工作的 而且我摸了一下这个主控都没有发烫 我们先来测量一下周围的供电有没有出全 这个有电 这个没问题 这个也有电 这个也有 颗粒这边看着也正常 我们先给它进行一下接风洗尘 之前有网友给我留言说我喜欢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没那个必要啊 其实要是简单的问题一般在当地就可以被轻松秒杀了 或者是当事人来咨询我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问题可能比较简单 都会直接把恢复软件给到对方的 一些逻辑层面的小问题我都是免费解答的 如果实在搞不定再让对方来找我也不迟啊 我这个人也没什么艺术细胞 自然而然也不会像其他大佬一样 我的维修视频上也没有配上那种听起来就很有节奏感的音乐 然后三下五错二不到一分钟就搞定了 我相信他这一分钟背后肯定也会像我一样苦逼的 维修最重要的是享受过程 如果结果也是完美的 那就再好不过了 我自己并不喜欢用洗板水 刚才喷的是酒精 对人体和主板都是无害的 主板现在我已经给它洗干净了 再来看一下 电流好像还是没什么变化 刚看了一下进水的地方 好像焊点是有一些腐蚀的 这颗电容的颜色明显跟下面这颗不一样 旁边这里有一个电阻焊点也是发黑的 而且这个八条腿的芯片 后面连着的这两只脚都已经看不见了 说实话我是真的不想动用热风枪去拆这些芯片的 道理大家懂得都懂 我们先用烙铁给它加点锡 看看能不能简单处理一下 锡我现在已经补完了 刚才其实我是数错了 这个芯片有十条腿并非八条 我们再来看一下电流 电流好像跟刚才还是没有太明显的变化 刚才我对这边的供电进行了非常仔细的测量 我发现这里有一个电压 它一会是一点多伏 一会又是零点几伏 再过一会 它可能会跳到两伏的 我的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这边在上电的瞬间电压成一个变化的状态 我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目前的电流都已经稳定下来了 这个电压还是在不断的变化 所以问题应该是与刚才腐蚀的地方 多少都存在一些关联 检查它是否有问题的方法 最简单的就是找一个完好的料板来对比 我们直接来测量料板 我们可以看到 从料板上面相同的地方测量出来的电压是3.3V的 这里对应的应该是缓存部分的供电转换 如果它的缓存没有坏 那大概率就是这个10条腿的芯片 以及旁边这些电阻有问题 咱们先从简单的地方开始修起 把这个没有灌黑胶的芯片 还有旁边这些电阻电容全部替换掉 刚才我已经把这周围的元件全部给它替换掉了 原来的这个芯片下面有两条腿都没了 主板部分的焊盘也有腐蚀 我也是补了三四次才勉强把这个线给它补上的 现在我们来上机看看 上机直接轻松秒杀 分区都显示出来了 也没有要求输这个密钥 估计之前已经被解锁过一遍了 今天的海力士终于没有翻车了 还是一修盘好 那我们来研究一下 苗 A 欧 gitu 谢谢大家